那么从初发心 就开始啊 为一切智 亲修佛具 一切智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 如果按照这三方面来说那一切智 指的是解脱智 道种智指的是菩萨修行当中还没有成佛 之前获得的智慧 主要是指 大圣菩萨的智慧 小圣解脱那一部分智慧不包括 成了佛以后获得的是一切种智 这是三分法呀 那如果 不这样分 说一切智的时候 有的时候和一切种智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指佛的智慧 这里的一切智就指的是成佛的智慧 一切种智 一个意思 为了成佛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无上智慧 所以呢 秦修福聚 福聚就是种种无量无边的福报 在这个修行当中呢 不怕 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样经过无量无边的节 每一节中啊 都舍 不可说的 这么多的 头目手足 所以 释迦牟尼佛说 苏婆世界每一寸土地 都是他曾经舍身的地方 包括我们现在讲经说法的这个道场 这块地面 释迦牟尼佛 都曾经在这里修行 布施舍身 所以 我们每个 苏婆世界的众生 和释迦牟尼佛一定有缘 如果没有缘不会生在这个世界 我们可能在其他的世界 不在这里 凡是来这里的人 一定和本是释迦牟尼佛 有深厚的 因缘 因为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等于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当中生活 我们和其有福报 这个不容易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的净土让我们看起来就是五浊恶世 高山大川 不平啊 净土应该是地平如掌 那时我们修行还没有和 这个净土完全相应 我们可能只刚开始相应一点点 等你完全相应以后 你再看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同一件事情 不同的人 不同的业力 他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有很多的人你们吃臭豆腐 你们就认为很香 我就不行 我简直是无法忍受 同一种东西 感觉不一样 那你们感觉乐 我感觉到苦 那世间的一切法 一切烦恼 众生乐在其中啊 你想让他出来 他不愿意出来 出来就麻烦 他有的人受不了的 你把他放到一个比较 偏僻安静的地方 大家在那里屈佛 那他一天都待不了 难过死了 如果让他一个人 那更 更是不可能 因为众生呢 就喜欢烦恼 不喜欢清净 大家都拼命的笨烦恼 不是笨清净 那他实在累了 他烦恼到几点了 他才会说 哎呀太烦了 我找个地方 等那个烦恼的劲儿过去 他又去再找新的烦恼 一定是这样 另外呢 一切难行苦行 菩萨都要行 奉献头目手足这件事情 已经是很难了 但是不只是这个 还有无量无边的 你想不到有多少困难 众生不是因为你修行 就一定要供养你 不一定啊 会打你骂你杀你都有可能啊 这完全都有可能啊 释迦牟尼佛都成佛了 还视线 有众生 要栽赃 污蔑 还要杀佛 务必要杀死才 心里面才高兴 我们 我们是什么呀 我们是小小的菩萨 发了心以后来学佛 那别人怎么就不能说一说呢 别人怎么就不能害一害呢 完全可以 没关系 怎么样害都可以 这才行 你不让人家说 不让人家害 你的业力 我们的 我们的恶业无法消除的 因为这明显的恶业已经现前了 没有警惕不懂啊 不懂好可怜的 心里面就会难过呀 我难过很长时间 难过到自己的身体也垮掉了 不是不是不难过 那说不难过是假的 所以修行呢 他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慢慢深入的 你不到那个层次你的境界没有那么高 你力源对境的时候做不到 所以说 不是仅仅不是头目 手足的事情 还有其他的呀 你要 你要 你要消除那个贪嗔是 没有那么容易 圆满种种菠萝蜜门 好比说忍辱 种种菠萝蜜门 忍辱 是比较难的一种 那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忍辱啊 你不忍辱怎么办 要忍 忍了就没有了 忍了就没有了 不忍的话还会再有 所以每一次到来的时候都要忍 忍到最后是什么忍呢 不忍而忍 他心不起心动念了 已经知道就是这样的 众生就是这样 才要我们发心度众生 众生如果个个都比我们做的还好 我们发什么心呢 我们怎么发心呢 到了极乐世界怎么修忍辱 根本无法修忍辱 各个都比我们修的好 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不能 成就不实 不能成就忍辱 因此才说 这个世界修行如果好好的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百年 他有道理啊 道理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有这个因缘生在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能够快快的修行 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使自己的净土现出这个样子来 释迦摩尼佛可以让他现得像极乐世界一样 没有问题 诸佛都有这个本事 没有任何问题 那是为了能够适合不同众生的根性 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世界叫堪忍 堪就是能 我们能忍 你看看那个医院里面那些病患者 病到那种程度 不仅仅是说 在这个精神上痛苦 肢体上 那动手术割掉这个割掉那个割掉很多 我们大家平常生活没有到医院 没有到那种特殊医院 看的太少不知道 那些人都被人家割来割去 任人宰割 哎 就像厨房里的动物任我们宰割 一个道理的 那个众生在医院里头 而且你求医生宰割你啊 医生不去你家里宰割你啊 因为你有病了没有办法 那就被人家那样 宰割来宰割去 但是呢 受那么大的苦 众生哪一个也不想死 还要活 还是能忍受 说是不能受了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了 到最后还是能受 这就叫 受破事业的众生 既然能受这些苦 为什么不能受修行的苦 所以有的时候说 烦恼激菩提 受苦是好事情啊 受到不用受的程度 解脱 什么境界来了 我那个苦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受 不受就没有啊 所以可以离苦 修行啊 如此之微妙 哪里是那么浅浅的一点点事情呢 在立元对境 消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啊 有种种的微妙法 我们一个一个呢都要学 那六波罗密呢 是很大的六个方面 具体落实起来 非常细微的 非常细微的 好比说 我们走到马路上 看到马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虽然不大 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可是车的速度开得很快 很能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 一些一些危害 那我们呢 就看周围车辆不多的时候 能跑过去 把它拿起来 放到路边 比较安全的地方 这小市场修行呢 道场里边 打扫得很干净 一尘不染 可是不知道谁不小心 从兜里边 掉出来一点点一个小垃圾 我们把它捡起来 放到垃圾箱里 我们看到桌子上呢 粗心大意的人 没有完全擦干净 我们从衣袋里边 掏出一块用过的这个纸啊 不舍得扔掉 拿出来擦干净 这个这回这值得扔了 然后把它扔到垃圾里面去 点点滴滴的要修行 我们看别人 一看那个脸呢就有烦恼了 赶快问问他 你哪里不舒服啊 你碰到了什么事了 你用这种柔软的语言问他 他感觉到最起码有人关心他 他不那么孤单 我们我见过一位居士 特别会修行 他到山上 看到了一段木头 很大的一个树 他就把这根木头扛到尖上 一直下山 我奇怪他扛这根木头干什么 最后呢 他扛到一个 道教的道观里边 也叫庙了 给那里的 常住人呢 用来烧火用 以前我在讲经当中啊 说过好几件事 都是这个人做的 他点点滴滴处处他都修行 到了寺院里边 如果有剩饭的话 他都不会吃那个比较新做出来的饭 他不会吃 一定吃剩饭 太会修行的 太会修行的 一看那个人 生生世世老修行 在没有见到我的时候 他 他不懂的双盘 他就随便一盘 然后呢 他一看我盘怪怪的 他说你怎么这样做 我说这叫双盘 他把那个腿呢 一学我的样子盘起来 一盘两个小时 一动不动 本来就有功夫忘了 功夫在 这个形式忘了 你交给他 马上就做出来了 他组织他们家 上上下下的亲戚 十几口的 二十几口的学佛 多有意思啊 这个人 在一个非常偏僻 非常贫穷的小山村里边 他认识各种各样的中药 但是他不贪心一点都不贪 他只要刨够了 今年他自己家 和周围的人够用 他就不再刨 他不是说多刨了我要卖钱 他说没有必要 生活够用就好 该干什么干什么 非常会修行 从来也不和人争吵 不和人翻脸 所以我们 我们平时学习呢 也是像各种各样的菩萨 我们去观察 人家在怎么做 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去修行 去观察 会修行的人呢 你说一句 他就去做了 我们这个Viktor 就这样 有人说我教他 我很少教他 他善终很快的现前 有的时候我教他一句 他就去做了 有一次我到佛教大学去上课 我说你跟我去 为什么 游的时候那个翻译就不去 等我到了那个地方 他才打电话说 法师啊我去不了了 那你早说我找人呢 我可以找翻译 你不能到了你才说呀 所以我戴Viktor意思是说 万一他不在你来做翻译 他不想去 为什么 他要专心的念佛 专心的拜佛 他每天的课程呢 自己给自己排的满满的 我说你要 你要随顺 不见得说都能随你 那寺院肯定会有事情啊 我现在碰到这个事情了 你要去 他也跟着去 我要让他做 他肯定做了去 跟着去 但是呢他脸上呢 能反映出来呢 不愿意 我说我告诉你 很多人修行 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 是用观想的方法 好比你 你不能拜佛了 你在车里坐着 我们要开四五十分钟 才能到那个学校 我说你坐在车里边 想象自己在佛 佛菩萨面前拜佛 他一听 他不怕了 以后每次去 他坐车上 他不说话 他就在心里面开始拜了 有一次我讲 我说我们的比丘 因为为了为了锻炼 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安然 睡觉不讲究什么 好的条件 非要要一张床 任何地方都可以 我说比如说 在一张凳子上 长凳子 那一躺 急想我 睡觉没有问题 那以后他累了 他在椅子上一躺 晚上睡觉 他不在床上睡 他这两个椅子 两个凳子 他变到一起 大概也是这么宽 他在上面睡觉 说一次 他就会照着做 来锻炼自己 那现在他 哪里需要那么多条件 随便怎么样 吉祥物 睡觉 他会这样修行 这样 用这样点点滴滴的方法 这叫福聚 修福报 把它聚集起来 那修圆满波罗密 也是这样 就这样点点滴滴 最后达成圆满 然后能够证入种种菩萨制地 为什么叫制呢 因为菩萨修行呢 从出地开始 证到一份道种制 然后地地增上 道种制也叫无声法人 地地增上 一直到圆满 所以 每一地都是制地 没有不是的 但是呢 最初的这一个地 欢喜地 出地 是开始进入这个制地的第一地 在这之前还不能叫制地 成就诸佛无上菩提 即班涅槃 这就是我们说的两种果 无上菩提是治果 涅槃是解脱果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知道 涅槃果的意思 我们把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 而菩提果呢 是佛所具足的智慧 全部得到了 分布舍利呢 就是佛为了最后还要度众生 因为众生啊 有种种的毛病 佛涅槃的时候啊 八国的军队要打仗了 要抢佛的身体 要回去供养 那一个身体 你总不能把佛的身体 给分割了吧 每个国家都很强大 都列了部队 要开战 佛为了 慈勉众生 自己放三倍真火 把自己烧 烧出了八万四千户舍利 然后呢 每个国家分一份 皆大欢喜 拿上回去了 不打仗了 高兴的 阿南要元旗的时候 也是这样 两国 他自己原来出生的国家 要让他回到本国 那后来他去教化的地方 要留他在 想偷偷的跑回自己的国家 被人家发现了 就在那个边界的河上 被人发现了 阿南一看 要打仗了 麻烦了 涌入空中 在空中把自己活化了 舍利分到两岸 各检各的舍利 不会打仗 佛菩萨太厉害了 神奇无比啊 他所做的一切 都为利益众生 到这时候 还是这样利益 就这样呢 才成就这些菩萨 最后都能成佛 就像这样 从初发心修行 一直到分布舍利 所有这些善根 所有这些功德 菩萨在修行当中 全部都随喜 没有不随喜的 都赞叹 都随喜 像我们现在 在台湾学佛 学佛的空气这么好 周围的环境这么好 台湾的人 我认为非常有福报 最起码 给我的印象 台湾呢 就像佛国一样 尤其这次来了以后 在林口 摘生啊 一看那个大法会 那么庄严肃木 就好像进入佛国 就好像到了 释迦牟尼佛时代一样 那原来没有看到 这个场面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 以前没有参加过 台湾在这方面 做得这么好 很多人都能去感受 这样学佛的气氛 都种善根 现在海淘法师 又建那么多 波罗蜜书坊 大家居士们 也发现支持都来建 那更多的人能够方便 因为它分散在各地 不大 但是很多 使更多的人 不用花钱 就可以看各种各样的佛书 那么这些书 由于数量很多 那么他们读起来很方便 就种下了善根 接引众生进入佛法 有了这个广大的基础 才会有修 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出现 因为是从大陆 来的那些法师 经过很多年的经营 慢慢会有这么多寺庙 会有这么多的 后来的人出家修学 一直到现在 这都是 不是一代人的努力 多少代的人 几代人努力 台湾的佛教 才达到这种程度 那你们在这里生活 多么幸福 我原来连佛的名字都听不到 我要生在台湾 我从小大概也会知道 那么由于有这么好的环境 有这么好的学佛的气氛 那经过多年的修行的话 有些菩萨 他往昔修行的善根就现前 现前以后 他会深入的学习 会深入的求证 会证得比较高的果位 所以台湾呢 不仅是有高僧大德 真的是有有修有正的大菩萨 不是没有啊 大家如果发大心 求善知识 就能求得到 那有了机会碰到善知识 你会信寿 你会跟他随学 然后你的进步呢 也可以突飞猛进 如果碰不到 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只是一般的修学 很难进步 有的时候 你就差一个人 点拨你一下 没有人点拨 你可能经过好几生 这一关都过不去 没到那个地方 就被卡住 有人点拨你 帮助你一下 一下就通过 世间法如此 佛法更是如此 所以求善知识啊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善知识可以引导我们 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 善知识可以在很具体的修行上来制造我们 下面讲呢 释放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 不仅是随喜佛菩萨的功德 随喜 众生一切修行 哪怕有一点点功德都随喜 所以啊 佛教的人很会说话 见到人家做好事 赶快就赞叹 随喜 因为什么 因为要落实十大愿望啊 原来 原来有的人呢 不怎么到佛堂来 不怎么到寺院来 现在来的多了 每次见了都赞叹他 他就越来越多 有的人刚学佛不懂得布施 有一天呢 很羞涩的不好意思拿出钱来 他也要布施 马上赞叹他 随喜他 这样的话呢 这些人受到了鼓励 越学呢 就越有力量 好 下面的内容呢 我们下一讲再说 这一讲先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哎呀 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全家 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 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弘扬佛法 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关机 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 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 顾持生命电视台出钱出力 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 收看生命电视台 顾持生命电视台 让生命电视台 更有很多的 这种资良来制作更多 朴素众生的好的节目 动画联系剧